第十六章 秋日天津 京都两年快乐的日子像一首短歌促然结束了 夏日的一天 七姐和八姐跌入高山瀑布 溺水身亡 松本先生非常难过 当即决定尽快送我们回家 我怀着无尽的依恋离开日本 所有美好的幻影都如晨雾一般消失了 那时爸妈住在天津 我们也到了那里 天津是中国北方的商业中心 漫步街头 西市或土阳结合的简陋店铺比比皆是 都是那些只为发财的野心勃勃的建筑师建造的 店铺后面 烟囱林立 烹云土雾 给整个城市照上一层浓浓的黑烟 海河水也是肮脏污浊的 清早或黄昏 都能听到工厂招工或开除工人的可怕吆喝声 每家工厂都有人吆喝 声音难听极了 令人烦躁不安 一到这时 街上就会出现众多衣衫蓝绿的男女老幼 手里拿着破菜篮子 步履艰难地朝工厂涌去 这些薪水极低的故宫 大都来自乡下 他们或在洪水来时失去了土地 或遇上干旱颗粒不收 政府并不救济 他们只好到城市来找饭碗 工厂老板有一半洋人 一半中国人 他们看准这个雇佣廉价劳力的大好时机 走在街上 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面目苍白 虚弱无力的男人和孩子 拉着满载货物的各种车辆 后面跟着监工 西服鼻挺 宜然坐在黄包车里 拉车的人刚一停下歇口气 监工就会大声斥骂 像对待一条偷吃了食物的恶狗 我不爱上街 可待在家里又觉得孤独 五妈进了尼姑庵 为这事我一直怨恨爸 不愿再跟他在一起 而且总想躲着他 他对生活的态度变得消极 整天跟六妈在一起 他俩的卧房挨着 每天早晨向爸问早安 都碰上六妈 家里人都觉得不自在 这样一来 六妈在家里得了事 妈也尽可能少地去见爸 不过是装装样子 我真为自己难过 每天只在饭摆上桌子时见到爸 吃完我便赶紧跑开 我们搬到天津时 三妈同六妈吵了一架 他生爸的气 说要和儿子儿媳一起过 再也不回这个家 大哥看爸时 爸说这里面有误会 如果他妈愿和孩子们住一块也行 要想回来 家里有他的房 三妈打纳以后住在儿子家 爸每月给他些钱 倒也过得舒心宽裕 我真的很孤独 几乎每天下午都跑到 离家不远的几处无名墓地去玩 那些墓占了很大一块地 据说是乱坟岗 如果人死了 没人送葬 或亲友出不起钱 就把棺材埋在这里 墓地上杂草丛生 没有墓碑 没有树 荒凉而安静 整天看不见一个人 我有时坐在甘草垛上 冥想各种穿入脑中的问题 或回忆与五妈 义母和八姐 栽起时的快乐时光 有时围着墓地转 这地方清静得很 所有的墓都一样 每块石头上全没有提词刻字 他们被世界遗忘了 世界也从未记起过他们 北方的十月 阳光依然明媚 天空湛蓝沉澈 清晰透明如一块玻璃 天空中不时飘动着羽毛状的白云 时而还有鹰飞过 翅膀被阳光染成了金色 它在蓝天中搏击 给我的印象极深 我不禁仰起头 注视着那鹰 直到它消失在云端 街道两旁的树木 早被一场早寒 染成了黄色和淡绿色 第一场秋雨过后 柳树 橡树的叶子开始飘落 路另一侧有一株老树 还长着星红的树叶 享受阳光的最后温暖 晚风吹拂 树叶摇曳 那身影缠绵而忧伤 足灵一位充满激情的作曲家 感到黯然神伤 站立颤抖 墓地没什么意思 我在墓地上结识的几个伙伴 倒很有趣 许多年之后 他们还栩栩如深地 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感到孤独了 就去墓地 经常待到日落 当一群乌鸦飞过星红的天空 刮噪着飞进巢穴 我知道该回家了 但我从不急着走 我喜欢看乌鸦成群 飞到远处的树上 这真是壮丽的一幕 黄昏时分的天空 有时星红 淡蓝 也有时呈黄色或酱紫色 然后飞过一群黑色的乌鸦 地上的草披上浅浅的金色 真是一幅完美的色彩效果图 一天下午 几个穷孩子来到墓地 都是八九岁的小孩 后面还跟着个四五岁的小不点 他们画着一根火柴 点燃干草 乘着风势 火苗迅其生腾起来 上下窜跳 像无数条火蛇在墓地蔓延 孩子们追逐着火头 兴奋地叫嚷着 好玩极了 火熄灭时 他们看看散在各处的灰烬 显得很丧气 一个高个子女孩 注意到我在看她们 就问我 你也来一根 我笑了笑 她递我一根火柴 燃起干草 这时风渐小 火势不大 我们慢慢跟着火头 我望着他们一张张脸 在火光里 变得越来越红 你们的脸色 跟烧鸡似的 我说 烧鸡什么味 我从来没吃过 一个女孩说 一定好吃 我在熟食店里见过 另一个女孩说 一个大典的男孩说 她奶奶告诉她 头年烧草 第二年 草长得更好 一个女孩说 我爸 我妈 都埋在这儿 奶奶说 他们走的时候 穿得少 冬天会觉着冷 烧火 能让他们暖和暖和 她天真 她天真的话语打动了我 我傻乎乎地告诉她 世界 没鬼 还给她说了个 从学校老师那听来的例子 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花 不禁 不禁感到歉疚 她说 照你说 我妈 永远不会回来看我了 我第二天去时 他们已像老朋友似的在那里等我了 我们一起玩耍 一起聊天 跟他们在一起 我感到特别快乐 他们天真可爱 无忧无虑 即便悲惨 贫穷 生活在他们 似乎也是美好的 哪怕百万富翁 都会嫉妒他们欢快的笑声 两个高点的女孩 跟我差不多大 她俩是家里的大姐姐 其余都是他们的弟弟妹妹 小的五岁 大的十岁 我只记得两个女孩 和一个爱同我说话的男孩的名字 他们都是减梅渣的 每天第一顿饭后 便搭半接火 跑到铁路边的梅灰堆上 挑解没烧透 或烧得半透的梅块 甚至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为了挣点钱 也会夸了篮子 拿着根棍 用瘦弱的小手 在梅堆上 扒来扒去 他们眼疾手快 从不放过最小的一块梅盒 他们根本不在乎 一天去几次火车站 他们没表 也不会看站前的大钟 遇上火车晚点 还是耐心地等待 他们尽可能往多捡 有时还真能挣出一顿好饭 这时 他们的父母 就会夸他们有出息 是啊 一双双小脏手 给老人带去的是 欣慰和安详 他们告诉我 如果运气好 还能用卖了梅的钱 买些玩具 他们甚至 想买一只风筝 这些孩子 言语粗俗 一脸脏相 但蓝绿的衣衫下 藏着一颗充满同情 和乐于助人的爱心 那个最大的女孩 给我讲了一个 关于她大姐的悲惨故事 其他孩子们 听得还挺入迷 我大姐现在在家 她说 因她伺候的那家老爷 送她一件礼物 被太太发现了 就立即赐了她 太太说 一个女孩子 接受男人的礼物 会出事 我姐姐不明白什么意思 也只好回家了 什么礼物呀 就是一双外国的高跟皮鞋 我姐姐从没穿过这种鞋 我们都想看她穿上什么样 我反正不喜欢那样子 她穿上没走几步 就把脚崴了 现在还疼得 跟床上歇着呢 我妈说 这外国鞋有什么好 那家太太 诚心想算计她 可惜呀 我爸把鞋扔到河里 姐姐再也看不见她了 姐姐哭了一整天 她羡慕那些穿着高跟鞋 在街头上扭来扭去的大小姐 说如果不把鞋找回来 就不出门了 两个小点的女孩 踮起脚 学她走路的样子 我们全被逗乐了 然后一个小男孩告诉我 他爸爸在火车站干活时被严重烧伤 成了残废 每天还要去车站搬运行李 另一个男孩 搏着走了几步说 瞧 他就这样 他们讲的每个故事 我都爱听 我也给他们 讲了几个西方故事 他们好像全都听懂了 我们有时 还玩上课的游戏 我教他们任些简单的字 并由此赢得了 他们的尊敬 我真为能教人 识字而骄傲 沉浸在极大的快乐之中 玩游戏时 他们从不捣鬼 大的也从不欺负小的 谁没跟上 还能认真地听取意见 我和他们一起玩过 扔石子 跳篮和开火车的游戏 开火车是孩子们自己发明的 每人都是一节车厢 一个接一个站好 互相抱着腰 开起来像一条长蛇 我喜欢当最后一节 大典的男孩假装火车司机 一小男孩 骑在他背上当烟囱 他一喊 火车开了 我们就在墓地转起来 爬过一座座坟头 好像翻过山巒 然后火车 缓缓使到一片空地 那儿有个大女孩假装站长 他一吹哨 火车就停下来 他们也爱吵嘴 但都听了最大女孩的 也常打架 但从不记仇 我们在一起时 他们常向我讲些 他们的小烦恼 小苦恼 一天 一个小男孩 满心喜悦地对我说 瞧 我这儿有六个童子 能买两个肉饼 我爸我妈 昨晚吵了一架 我爸走了 我妈给我钱 说他今儿不做饭了 我想买个猪肉饼 肯定特好吃 真希望我爸 永远别回来 这样我每天都能吃肉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